台湾跟宏都拉斯终止外交关系之后 我们的外交部长吴昭燮 对台湾的外交政策呢 做了一个重大的宣誓 台湾以外交商的双重承认 来回应中国这种蛮可无理的打压 所以第一层面的影响一般认为是 台湾允许跟台湾有建交的这些国家呢 可以同时跟中国进行交往 这是面对真实的很重要的理由 也就是希望中国尊重台湾2300万人真实的存在 而台湾也不否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确实在那里 可以把它叫做两国论 也可以叫做一中一台论 但是它就是一个真实国际现况论 另外一个层次是吴昭燮 也表达的是只要有里面相近的国家 愿意与台湾深化彼此的关系 我们都愿意接受 似乎在暗指有民主国家 而且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有外交关系的民主国家 愿意跟台湾发展官方的外交关系 这个层面反而是让中国开始担忧 也是让台湾这几年累积在国际主国社会被看见 被重视的外交实力很有可能的下一步 所以外交部对外正式宣告 接受双重承认的方式 来回应中国的蛮横无理刮墙角的对台外交进攻 一面似乎是让我们的邦交国可以弹性选择 是否要承认中国 那另外一方面 反而是全世界民主主流国家 可以跟台湾发展官方的关系 这样球又回到中国的身上 因为当主流的民主国家 跟台湾发展官方或准官方的外交关系的时候 中国是否要跟这一国家冠决其外交关系 这个球会抛给北京的身上 所以外交部抛出这个说法 相信不是民事起义 而是有所本 那接下来的发展全球在关注 我们期待很快的时间 能够有开花结果的床消息 本节目由486传购提供 最新最棒的家电 现在就上486传购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